主要是他土猫你像面对帕克自己有一首快速的沉默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抓到机会的 然后如果他想要在前期取得够大的优势面对对方链金 自己搞个什么骨灰盒 对冲杀起来应该还都比较舒服 所以我还是比较看好他们的 而且气的土猫确实值得信任 但是GPK他既然敢最后选这个帕克 其实土猫跟帕克这两个英雄 土猫固然是有机会能够找到机会去击杀他 沉默他 但是其实他最后选这个帕克 就意味着他自己的帕克非常刺激 这盘帕克如果说真的特别对 他甚至可能不用从保命中 蝙蝠跳的土猫滚接沉默 吹穿基本上都是控制不到他的 不是那如果是土猫在团战里直接沉默 你 不是所以就要看活了呀 那我觉得这个操作期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至少还是要一个吹风 其实对自己的切入很自信 看一看 敌臂是35秒开5 然后想绕一个敌方的三小剧 有点重招了吧 奇异神 快走吧 一个很晚的雾 奇异也比较谨慎 这就是这BB又是怎么个意思啊 他们开着雾又不敢绕上来 咬起来了 学了踢 回头减速一下 不敢回头 把帕克往塔里踢了一脚 想换死一个漂亮的水一刀 看死帕克 好踢 不是血转啊 save把这个三个散弹捡放 而且这一波 这脚踢就有一种亮剑了 这哥们不是什么走上坡的时候 回头踢一个石头减速四个 我就把你换了 让你先感受一下我的震撼 给你来一点小小的心理压力 我死不是不重要啊 你一定要死 谁的医学来认 呃 我记得不是帕克的 帕克的就有点独疼了 我记得不是帕克 哦 不是帕克的 你干嘛 撞不住的样子 那这个远程兵要被反了 要踢的太远了 对因为土毛这个踢石头对小兵的额外伤害有点高 来打尼顿 很舒服 刚好卡塔没二 这个是调了一个防御塔的回去 吼呦吓住ZDQ 差点单杀 他这牛子真剑是不是死了 他八层毒啊 呃火墙身上肯定有东西吧 应该是捏魔棒 捏了魔棒 魔棒先火 确实动不了 这一血肯定是双头龙 因为这双头龙有个雾案 我看了一下 下路现在目前来说很出色 八阳三 这机器装也很饱满 不玩家魔棒 悟空一个生水 应该是打的不一样的一顿 炼金术师运了个锁子架 这个理解还是没什么问题 问剑 对面对天然决守加上船长的消耗 这就有点头疼了 趁着这边去拉野 放到这边赶一下 逼一下走位 而且这一波只拉了一波 现在又回归到中间 马上三分钟的一个 莲花争夺战 挺舒服的 这波莲花只要空下来 往后缩一缩 也可以接受 OK 跑出两个地 双头确实很厉害 让他有点不敢蹭刀了 中路7E的血线比较低 所以这个不停的在利用自己玩皮克迪 帕克这个玩皮克迪 现在确实强度太高了 他这个刚才是三位转移 然后又用那个 对波又又来了一下 他的对线 GP跟对线确实有一手 打的7E很难受 但是7E的 一顿花里胡哨的操作 7E刀比你还多 知道你要往上走 先去抢你的赏金符 你搞这么帅 刀被压了 现在帕克线上这个回复能力 确实太强了 正常来说你打远程英雄 你就很不敢去点他 就算你打近战 帕克还可以主动去领防卫塔的攻击力 这不有点可惜 胜水平 可以起刀了 感觉之后要稍微改一下好吧 正好是他这个被防卫塔攻击不能回复 不然有点太烂了 他往你防卫塔里走 然后用一下就可以回去 数字还很高 三路现优啊 TZ 三大哥不到里面 但是状态确实被打得很难 所以 咱们找一波小机会 往前走 一喷枪打得很痛 但自己位置稍微有点深 没蓝 还好没蓝 有蓝感觉已经死了 这个酸物叫得有点随意 也死不了 他身上莲花加10个魔棒 也就消耗一下 大克确实状态一直能保持得很好 就很难 就是 诶 丢榴弹了 他单杀 差不了 差不了 差不够 身上有口莲花 下路线 下路的火枪 但身上的油层数比较少 吃了一个魔棒直接回满 两发散弹 血量直接见底 这个爆发太恐怖了 封信开封部 但是在被卡位 失去了视野 后续的后篮伤害成功击差 但这波块我觉得其实不是很赚啊 你看兽本来打双元 其实刀是很难受的 对 他刀不多 强行先动手 反而让他蹭到了 不在下路 弹一下 反应很快啊 看没哟 对线机的话 炼金确实管不住 但是下路风轻者也不熟 中路打了个悟开 情况算可以接受的 现在就要看七一开始动的那几波 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好像是当着BB的人 脸上插着个眼 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 在对面 看一路存框的一个影子 大爷吃七分符 土猫没空到六分钟神符 保持他现在其实不是很想动 下去逛一波 把这个赏金符控了 看下路有没有机会啊 看线的位置 感觉是往里推的 走了 如果要杀 对象冲塔杀 风险太大了 是的 算了呀 看八分钟符吧 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看八分钟符的话 练金确实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到六啊 如果是控制再上去 这练金是有点难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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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还不是帕克的 别转 八分钟神符刷在下面吗 上面 什么意思 鸡皮盖 这两兄弟 骗别人等于骗自己 这鸡皮盖直接回头了 反正真骗到了 而且最后服还让他控下来了 封一下对面三角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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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存积他的资源去给链金刷 链金刷 链金刷 身上魔棒双户万 然后有土帅狼母就加船 不知道怎么杀 本来看他五级在那打野 觉得有点机会 而且其实目前这个土包 很希望对面能冲塔东西的人 他现在很想打架 但是没有好的机会 头龙就你了 中立生物拿了这个人头吗 有点伤 帕克来了 帕克的输出 要配合兽一起杀土猫 完了 不是他们是不是省技能了 他想让头 我看到有一喷枪没喷 喷了吗 喷枪是 一开始就喷了吧 呃 刚才是交大招 杀人 而且并且想顺便清矿 其实 对的 帕克加兽支援过来 反杀了一波 有点嚣张的 先喷枪 竟然全打 没办法 被冰了两个 被冰了两个 然后被这边的一个黄胖子踩了一点 黄胖子 这一棒锤有点难受 但这个分枪关键啊 之前就说过 帕克跟土猫其实两个人 就属于哪个肥了 打对方都有一定克制 减速哦 有人摸 还好跑 吹不到 对 分布等级比较高 你就可以单杀了 破了 自己不会 加速 加速 哇 你要干嘛 打这么凶 蜀猫这把是一个刃甲的 不是说传统的大灰 去制裁一下 他感觉这个炼金通过不了 我觉得现在 TZ要不 坚决一点 把这个上塔给拱走 你不能让炼金太舒服吧 是吧 算了两兄弟已经在耗塔了 但是你把他打走 丢上信息的资源给采集到 要不然几兄弟 有点被对面战线站得太稳了 下路这个分行已经站不了线了 然后上路如果那个炼金 还是无线干线的话 差距就有点大了 就咬咬牙浪费点时间 上路过来点人 把他打走 不先把他大逼出来 所以把人打过来嘛 感觉刚才是围绕土猫 去对面野区 做的事情太多了 其实可以早一点去把这边的炼金 给打跑 转内波尝试不太成功 这就导致酱油没占线 然后就四级 然后试也没干到 下打还被对面推了 上上 你是不是给 Double说 大招应该是抢服用掉了 碰到了Double 7到现在是不是一个状态服都没通过 没有 本来他能控到一个隐身 对对面 cross over 有了 确实有点那个味道 一个假动作 虽然是出于无意的 该说不说 这把coco很肥 他只愿 嗯 他这个远古打完直接只愿 已经有了 直接被雾 有没有 点尿喷就喷了呗 不是他在等船长那个 哦 有6了 都只愿有雾霾 雾 有了 来了就这波 一样的 很关键 团队节奏的发起点 那这波炼金已经有灰药了 哇 撞雾了 这波不要的 要是死了就难受了 我紫月 给到 给团 要被冰一下 但没关系 现在都是全送的 杀掉之后继续追击 有土猫追这种教育 教育是很难走的 炼金是不是观望了一下 也完全不敢过来 这波直接zero 集结五人 比较可惜的是推不了塔 我是在塔附近打的 对 战场开的上面有点远 但也没办法 因为是撞雾的嘛 这波的话 别让的 开雾 虽然两边同时破雾 但是别让的 最后一段时间 是走上了高坡 没让GPK的帕克有太多的反应时间 直接一头到全自动三连 这把是得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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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对面蝙蝙蝠的地buff 主要从好地buff太多了 正常是跳到BKB嘛 他出纷争 他就会上贪比 他会不想出 是的 就不想出 是的 他觉得他自己很肥 小贪一手 这其实是给机会的装 好吧 现在td不是没输出的 现在他们有老奶奶就有输出 老奶奶加上船长标记接船 那套输出其实还挺高的 而且bb这边 呃 其实没有太多直接救人的反手 他们最多去断技能 为什么敌人手不敢 就很下心来把这个上塔推了呢 因为这个炼金现在其实战斗力挺高的 我觉得 但这样永远就比这边少刷一块钱啊 嗯 是的 地图资源不太均衡 还是得想办法推掉 得坚决一点吧 来人呀兄弟们 来了吗 集合了好像 先吓你个大招再说 先吓你个大招再说 从侧面过来集合 确实有点受不了了 这样打其实最不舒服的是攻击 是的 他只能刷很劣住的资源 然后这上路的线练金随便顶 从侧面找过来 从侧面找过来 拉 拉住 可以 这波杀不杀链金是次要的 塔是一定要推掉的 塔等了能干的事就多了 然后封心者也会更安全 但中尾好像被动了封者 被动了 直接给蒙尼缠绕 陷入沉默 风部也在cd 封心 尽量不自己主动震断链子 但是火锹还有挖线弹 那没办法 但好在上塔终于推掉了 看封心能不能接下来去刷一些好线 看封心能不能接下来去刷一些好线 就是上面漏的人太多了 强杀掉了双头龙之后啊 封心还不想放中塔 这把鱿鱼编路线对面站得有点稳 是的 没有选择比一般的去输入 首先是河道的视野被对面控的比较死 加上神符也一直被对面控在手里 前12分钟他应该是一个状态符都没控过 对面每波酱油来了很多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下线出BKB 打PAK是得出一个 我发现每个carry对于这个鞋子的理解都不一样 有些很喜欢密法 有些很喜欢加水 有些很喜欢的 有些很喜欢的 拉住直接三连 后排轰炮 倒是不省技能啊 2点的GP要死了 跟燕一换一了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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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下来 身边没别的队友 消耗一波 穿上了血量 中路神符 抢符 应该是PAK 通大了 是的 不被抢了 而且PAK没大了 这不会是一个timing 这波很尴尬的是电剧手大招的CD 不然应该可以直接动 傲术服的主毛战斗力还是相当强 嗯 怎么样呢 我要被动猫 感觉到了一次威胁 嗅到了一些气息 直接一波兵不服了撤退 PB这边在等自己的练进出单 自然之后也是要补足自己的一个团队装 这个练进啥装备了 一万五 灰药分身 没摊 下一件再出PKB 所以他出这个分身到底是干嘛的呢 解状态 他也没来过打架 未雨绸缪 太绸缪了 他也不确定这段时间会不会打起架呢 那他还是得等PKB再出架 他为什么不直接出 因为他不确定这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需要他参加的时候 平常的收获 像节奏管下来我觉得TC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他这么做只能说确实让TC有了一个喘息空间 是的 等你练进PKB 我这边什么 笛子的船长已经有了 然后包括这边的 凤卿A帐 凤卿BKB也快了 而且土猫也有BKB了 这样的话BB的后排包括这个PK都会有些压力 他BKB了 很快 有点快 不对劲 这波不对劲 分身BKB 能给子鸢吗 钓鱼有没有 子鸢给到了 有吹风 有吹风 拉回来再说 看能不能落地再接个沉默 拉石头 漂亮 但是对面给了个护震 伤害不够啊 一来二去 反倒是漂亮的一个饼干 跳上了高坡 练进术还在追击 两下砍死 再要第二个妖乐 拉奥区马 练进术 挺了BKB的一次战场 也在作战 风行者切入 旋风差很高 窗头轮跟兽 血量都极其可危 漂亮 能杀吗 有没有穿云一箭 一箭穿云 可惜了 没能够命中啊 然后侧面的炼金是把 全场什么都追死了 全部砍死了 不是ZDQ这波怎么没跟队友一起走啊 他在侧面想拉谁啊 然后被秒了 看一下 他想拉炼金 然后被炼金牵击了 直接被一个罐子砸在头上了 不是有一说一 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跟着队友走呢 感觉他只要能拉出来 那个怕就死了呀 感觉啊 他可能比较想在侧面那个树林的位置 直接找一个天津树林的人吧 还好这波 艾里卡的切入是稍微挽回了一点点 对 有点可惜 就是最后就差一点点杀掉这个跨口 有点可惜 因为蝙蝠其实他没有跳到的情况下 他怎么也是跟队友一起走啊 他没有跳的呀 但这个结局我觉得还可以啊 也没有说亏特别多 对面是炼金术史BKB分身斧超强一波 中飞中飞 这波收割打完其实风行也快BKB 对 正面的厚度就还是有 主要是分行的收割 如果分行之后再把那个帕克杀招了 那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有了 有了 这波团打完有了 中飞者 现在这个正面有得一战之力了 看BB这边炼金术史强势机 显然也是强势之打的 他这个炼金术史是没出跳的 所有的先手就交给GPK 非常的信任他 啊 错误了GPK 没办法撕一下 我就死了 呃这属于好死了 好死了 但上塔应该也守不了 上塔守不了了 22分钟 那魔方是不是也没了呀 讲道理应该是够呛 已经开始点信号了 诶都来了 不想给魔方 因为风行者现在有战斗力 不是有BKB的 对的有战斗力的 能去吗 他们打的有点快 射箭先怎么说 过来标记一下 留到一个 看这波风行者切入 从侧面走上来 捆到兽顶BKB 开始旋风 但是集中输出不是很高 先去后排 配合土猫 杀了对面收头统 还能继续输出吗 自己的BKB时间快到了 被给到了一个梦境缠绕 帕克血量很低 不敢继续追了 再滚一下 先找到对面的火枪手 帕克已经逃之夭夭 正面的炼金术史好像 身陷重围了 不对兄弟们 怎么冲着的时候 剩我一个了 你们人呢 OK 所有人都走了 这波BB觉得对面 4打5 我应该可以打个魔方吧 这个炼金术史 你会不会觉得 他最后一刻有点无助 那咋办 就是这个火枪手去掩护PAK 炼金去掩护火枪 都成功了 但炼金定气一看 发现自己没人管 是的 这波本身打完之后 笛子的这个套的盾 其实已经不多了 打完魔方之后 然后第一时间 我觉得这一波 Erica的这个切入选择很明确 他觉得这个兽就是必死无敌的 他直接去后排断了 并且打不下了PAK 就导致这边BB没有任何 BKB结束之后也不能反打了 是的 而且他给到了一些输出 去帮土毛继杀双头龙 其实土毛现在这个阶段 如果想要自己杀双头龙 是会消耗非常久的时间 好 找到一波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看到TZ 他们对于自己的一个 战斗力啊 刚才4打5 但是评估也非常的精准 我虽然是4打5 但是我双BKB啊 你这边打完魔方 还会掉状态对吧 完全不快 很敢打 打得也不微微缩缩 到中间 往上大斜 比方的这个A仗出来 其实正面船站 我觉得就 有点这个翻身的味道了 对 感觉这分行 BKB吃个船游上去放大招 很安全 别招了 就 说 是 龙弹的 我 虽然到底招了 上来,抓住蝙蝠,后排火枪补上输出,但是对方有个威光披风,还有个炎药文章,硬是杀不掉 变相的雾魔双免要留人了 躲开对方的冰,没冰到又没吐到,准备滚过去 滚过去,但没滚到,这个标记啊,因为场场被沉没了,第一天没有办法放 双方都顶BKB 看一下残局怎么说 兽缺出战场,这波冲进来,伤害好像有点高,但自己被扣了一下,边缝拉住,再接一船,能不能直接秒掉,远程补到一箭 学亮岂岂可危,给到复理所,漂亮,另一层连击术士,被土猫给到沉没,原地自爆了 口牌,一打一炮,开炮,原地再给洪流,能不能杀得掉 回血确实还是有点太高了,没到了,没到了,远程再喷一下,溜着打,溜着打 踢回去,给到沉没,摇着不稳定要记,兄弟,很稳定的自爆 四兄弟,虽然都是残血,但对方只剩两人,也没有勇气继续冲上来了 这波TZ的整体拉特打得太漂亮了 小火枪,有点想法 这C5怎么这么勇啊 不是,他在干嘛2打4啊 他怎么这么勇啊,他这是火枪吗,感觉他爆了吧,AK啊 一个人就到别人脸上 是的,炼金术士二连死 可以看一下这一波 凤星者BKB消了之后,受第一波确实猪踏打得非常多的伤害 但是炼金术士这一波的切入直接被奇异给拦截 这波太完美了,连金术士这一波我觉得他打得非常有问题 他为什么在这里会陷入这么被动的局面 他第一时间,手上摇着一个摇摇乐 经常找的第一个人是谁呢,是风行者 然后被人给到一个沉没以后 他就陷入了一个很被动的局面 就是要么他炸自己,要么丢风行 就导致他一个摇摇乐把两个人的BKB全部都打出来了 风行开BKB,然后他也开BKB 就导致后面的团战他没有BKB 被这个土猫家船长两个人无限沉没 两个罐子都没丢出去 A帐了,感觉这把有了 起码从前几波团战来看 目前ZERO场面上应该是比较主动的 因为炼金术士造NED4这个玩法就是没有强势器的 就他的最强一波是20分钟 20分钟那波完了还打的没有特别赚 让对面风行收割了 对面风行跟了BKB 因为这等于其实你炼金已经没有太多优势了 大老师给的五五开 就是 现在唯一隐患是帕克好吧 唯一隐患 不是,难道问题不是为什么肉山在那个时间点在做门吗 他又回来了 诶,不知道我跟着调时差呢是吧 诶,对啊 调时差呢,调时差呢 这波团非常关键 GPK已经十九级半了 有胜浮有输出 不是,他说实话这个肉山莫名其妙逛了一波 有点拖延ZERO的时间啊 但是不逛这一波好像没这么多事 诶 看到了 这波队外人全过来了 肉山血量很低 风行开了大招 顶BKB能不能拿到这台盾 我学会不求这种货 成功拿下 练习出血量 跳的也很快 再往后一路拉扯 练习拉住 但输出够不够 够 风行大招已经没了 但是后续输出还是能赌到 远程轰炮 双铜龙眼已经阵亡 瘦在这里陷入困兽之洞 被三人围追堵截 赛温司马胭之飞斧 只留下一个残血GPK疯狂逃窜 你看 他也觉得 肉山这波确实很关键 这就是赛温司马胭之飞斧 本来觉得肉山莫名其妙走了一圈 拖延了他们打断的时间 但送来的是一波四人团变 杨勒的这个手术啊 就有一种画面是ZERO ZERO五兄弟 站到了肉山门口 准备打肉山 肉山伸出了一根手指说 还不是现在 只有一个时间可以打我 这波团战太夸张了呀 我感觉这波团战 其实是对分行者目前 这个大招能带来的输出的 一个直观体现 感觉BB就已经打极了 他们一二号位全部跳进去了 对 然后直接被封进 帕克射残了 然后连击被射死了 对 就是个分行 这个版本 你做这种冒进的举动 真的要自己多点考虑 好吗 出出太客观了 这不有了吗 TZ 猛嘴 可惜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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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帕克时间了应该 帕克现在19级 你身符 有拉 等人有人摸 来人 队友在靠 准备拉 三二一 再不拉 OK 拉上高波 先滚 先滚 先打招 斗兽台 来 来 来 永远的安全带 再转一眼 感觉到自己小职业有人 先点个眼 看到东京在这干啥呢 等DV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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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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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啊 呃 我懂了兄弟 有肉山晕了 他也晕了 他也在调试他 他不知道自己过的到底是东京时间还是多了多时间 职业选手会不会开警衍选择 嗯 不一定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老东京这个看起来是没开的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这个我还真去问过 来灵感了 灵感大王 下次 他是故意停下来想再断一波线的还是啥 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这个可能 确实有这个可能 A仗了 通信者 现在BB只能无尽的带线了 至少带到这个一分半结束 但是TC嫌然不会给你这种机会的 这波直接站上你高T Z哥这边微光蜂蜂像 蠢蠢欲动打先手 怎么说 侧面TP的是一个帕克 这边高波能不能先点个眼 通信说我站上去给你当眼 大战一出即发 这个save开着这个瞄准 慢吞吞的走上来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然后塔防被开了 但是下波兵线又上来了 感觉BB头已经晕了 他们头很晕 这save二向性好吧 来了 来了 没滚上来找到了 踢回来 肩天抱着把枪冲击一个 你以为你是内阁呼 直接杀掉火枪手 散射输出很高 好啊 直接秒park 一路白不活 漂亮一旁 瘦也没打到空血 这个土猫 这把打完应该没有人会放 不信邪 这个BB 第一 他们今天第一个BOR打完以后 Falcons已经不放了 但BB觉得 Falcons不行 我要自己尝试一下 好吧 然后最后选了一个帕克 呃 花里胡桃一顿操作对线 嗯 就是Betboom Betboom 你确实吧 你不能因为可能土猫 赢过一盘就不放 自己尝试一下 也心里高低对这个英雄 或者说对这个操作者的土猫 有一个了解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两路拿下 瞬十秒消直接撤退 而且这局 从前期节奏来说 我觉得这个BORK应对的还算可以 更多的问题可能出现在这个炼金素质上 看这波非常英勇的土猫 不是 我说实话 Siv的这个火枪手走位真的很怪 永远搞不清他这把就是手里 这条命手里到底是什么枪好吧 火枪就玩得很像那种拉比克炸弹人 往前走不 他这一波就上次在这里的时候 一个人抱着枪 走到对面四个人脸上 死了给对面抱一句兄弟 这里四个四个 主野区四个 然后下路这波 先开瞄准往前走 你感觉他好像 很有实力 手里是把鸡 手里是把鸡 然后那个减速没了 又一个人走到这边脸上 他想丢一颗震荡弹来清兵线 来了 很有想象力 是的 这波TTT的决策 破误了 瞬线上去 能不能看到人 看到了看到谁 先拉一个 被弹了一下 被弹了 很关键被沉默到 但是队友直接冲出来救他 双头龙A仗大招 出哪来的A仗 感觉要稍微小心点 一枪打过来 连击数字自己会有危险 封星者数字太高了 不灵所给的 杨烂烂 别人撑死了 热人震中 手雪亮一极其可危 进一旁解决 火枪手很漂亮 还有危险吗 给个沉默 手冲出来 封星者BKB在CD啊 接拨好像有危险 第四周拉一下 但也没能撞下来 如神一般的封星者阵亡 对方另一侧 土猫也被抓到 没事没事 两个买 问题不大 这波 阵亡两个 但是对方交出两个买活 是的问题不大 主要是 蝙蝠其实跳上去的 那个时机不是很对 对有点尴尬 是的 导致他什么也没敢被秒 不是这个双头龙A仗哪来的 养的 是不是养的 讲道理 还真是 还真是 他自己应该是 没有这个钱出的吧 太养了已经 他马上就第二把了 那帕克也有了 不对劲啊 这个帕克要被养了 那个炼金数字A仗已经在运了 看到没 转型 呃 嗯 说实话 这波打完 帕克没有死 他就有买活 手术这波帕克已经24级了 然后给个A仗到25 对 嗯 没事 穿这样的羊刀 下一波感觉得先杀没有买的人去打减员了 嗯 GPK在肉餐 团的时候 大概率会有25级 加上A仗 帕克你还真别说啊 隐约之间 是个隐患 呃 他已经很有实力了 这个A仗 羊 升级来到第一 找25级去了 看一下肉餐是个快盾慢盾 希望是一个稍微慢一点的盾 让这个船长能抠出自己的羊刀 嗯 或者快一点 让这个帕克没有25 比起他的羊刀 其实电影角色的羊刀 应该可以接近一些 慢盾的话 就两边都有机会了 一边是25级帕克 一边是两把羊刀 然后加上 重新权能打得自己的买活钱 没错 其实这波路上 我觉得TC可以拿命去填啊 他们多打点钱 多留点买 因为这本名牌是两个买不活的嘛 嗯 save是真的有点磨震了 他这个走位 但是真的有点磨震了 我感觉 开悟了 这个眼应该是看到他开悟的动作了 两边都互相开悟了 但是TC应该是知道盾上刷了 所以会往肉餐振这些靠 然后BB应该也是 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那去抢一下那个高波的视野 我感觉会比较重要 那ZZKO有A仗好像 他自己出了把A 是的 脚底下已经有蓝光了 点点一个小眼看有没有奇窍 都选择大后 但是这边你再绕我 并不会再绕你屁股 那这样就等于没绕 就打圈黄的一样跳了一下 来到同步右边 那地形是不一样的 如果对方再往前走 这个高波眼就要立功了 是的 但反观TZ其实也不太敢走 往前走 因为他不知道那边会 那边高波会不会被插眼 两门悟同时消失 眼方在前面有眼 但线迫使对方必须回家 回了全回了五个一起回了 那能不能扫回去反一下眼 然后看一眼 只要露线就一定会 扫回去看一下 没宝石吗 喂 这个阶段没宝石 真的不太应该 但感觉地图星星也比较明 优势局啊 别省钱啊 兄弟们啊 嗯 我觉得是奶奶再出羊刀 这个蝙蝠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买一个给塞比亚的身上呀 在他买活前也比较敏感 所以都想流买 也是10块钱买我 对我觉得如果三传流买也可以接受 刷了刷了 直接开打 40秒时间足够他们打完 BB这个盾显然是不想放的 因为他们上一波是交了买过的肩胜手机 如果说这个盾给对面 是根本打不了的 好消息是GPK只有24级 好消息啊 非常好的消息 不知道经验差的多不多 他五个人占一款 那总归也 会长多少经验吧 如果他们先杀 就是经验很极限 先杀这样 哎哎哎哎哎哎 GPQ 跳过来拉两个 很关键 撞过去 就能不能衔接到 但是还是被收开出的BKB A上船两艘开过来 举到对方的土毛 土毛并没有死 飞行速度非常高 把射先打死 说没有买活 土毛滚到一侧 帕克达到已经消过了 被给他子愿 原地吹起来 拉石头 吃饼干 好好好 GPK 打团打完 死了两个在这里点灯 哈 帕克点灯 不是他这个点灯确实 不是他这点灯 不是他这点灯的是啥意思 他点到的灯 他在那里已经施法动作了呀 直接拿去 没有隐患了 两个买活死 名牌的 就是刚好就是这两个人 刚刚好就是这两个人 但这波其实是那个眼被利勾的 说实话这个帕克最后 不管点不点灯死不死 在那儿应该结果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呃 这帕克不死这路真不一定推得了吧 买活受死也推不了吗 他25然后有大招万一呢 我觉得害怕呀 不是真的就能买的炼金去吃技能 然后这个帕克如果活着的话 是有机会守高地的 因为对面可能有机会吧 双场已经有羊刀了 看这波走上高地 帕克没钱买 售明牌没买 来就收你的泉水吧 三路 回去打个盾吧 拆基地嘛 20秒活啊 回去打个盾吧 哥 尽量 多拿一些地数资源 可以 要拆就拆吧 感觉人活了还是要退的 多拆一个塔是一个塔 不想走了 不想走了 直接打 跳过来BKB 举船长 看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反手 好啦 燃烧加索 把两人绑在一起 他们也会有相同的命运 两人双双折网 基地之前再无限可守 漂亮 team zero 1-0拿下BB 可能 在 打之前吧 我们会说 team zero 可能分到了一个 死亡之组 但现在看来对他的同组对手来说 也是一样 分到了死亡之组 是的 有Falcons 有BB 然后还有一个是 北美赛区投票 闹死 但是现在